台大最有名的補習街 就是南洋街 但是今天有個新聞 大家感嘆時光 真的是變了 現在變成是美食街 同盤小吃街 這以前的照片 是個地方 黑白的 密密麻麻 這麼多人 全盛時期 這個照片是1997年 全盛時期在這邊重考生 居然有高達10萬人 10萬人苦哈哈的 在這邊蹲 唸書 就是要重考 如今現在拍起來的照片 沒有什麼人 怎麼大部分都是賣吃的 現在重考生只有2500人 數量大幅的減少 不到2.5% 數量少 但素質非常的精良 為什麼呢 這些人他不是讀考不好 他是非第一志願不讀 比如說他一定要台大醫學系 然後特別我也看了一下 說其實全國最大的 重考中心在哪裡 在台大 很多人考進去之後 還在準備這個學測 在報學測 就一定要讀台大醫科 那有人講說台大醫科 平均重考5次才會炒考上 非常非常難考上 補教業者說 以前在補習班 那麼多人的時候 要講笑話 笑話學生聽得開心 才願意來補習 民師每個人都是笑話高手 但是因為現在這些人 都很嚴肅 2500人每一個人 都要當醫生的 他說你講笑話會被嫌 說你浪費我們的時間 不過嚴肅 不過這個專業 所以現在的生態人 都不一樣了 以前那個教室這麼大 一堂課數百人 現在幾十人都變成小班子 那民師就跟民嘴一樣 每一堂課 一堂課大概2萬塊 那每一堂課大概1.5個小時 剛入行的也都有1000塊 到2000塊的行情 那有經驗有名氣的 可以到4000到7000 全盛時期景氣最好的時候 一堂課2萬元 民師其實也不是那麼好當的 那現在連帶的連考試院 現在統計出來 公務員報考人數 跟10年前相比 10年前快要80萬 現在34萬也差非常非常多 有人講說因為調薪太慢 花很多時間準備 福利又被砍了 然後這個又不能兼職 非常的如果要賺錢 就不要走這一條路 那同時間我們也看到 我們現在缺工非常嚴重 台大的漢萊飯店缺工兩成 狀況很多 不過先針對這個補習班 考試的這個變化 請教楊敏 其實補習街 因為我們之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到南洋街這邊 去覓食 所以確實那邊現在就是小吃 那個是一級戰場 但是現在是因為 重考的學生減少 現在是因為升學 已經不需要重考了 大部分都是升學率已經很高了 所以不需要用重考 那所以可是現在那邊 補習的主體是 比如說補工職的 或者說一般的 這種所謂的文理的補習班 就是學生應屆的考試 應屆的補習 還是有啦 只是說重考的班 就是以重考為主的補習班 大概就比較沒落了 這個市場就減少 那當然南洋街 最近有一部電影 前陣子上映 藍正榮拍的 叫成功補習班 就是在講當時90年代 那個南洋街的生態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 當然老實說 我自己沒有補過習 所以我對這個補習生態 我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確實像我們之前 問那個余美人 這個國民大會前主持人 那美人姐 因為他就是南洋街出生的 他在補教民師 對 他也是補教業出來的 而他這次剛好 因為他這次投入選戰 他剛好選的區域 南洋街就是他的選區 所以有人說 不要小看余美人 為什麼 因為南洋街是他的地盤 這些很多的房東什麼的 搞不好對他 都是他熟識的人 對 就是這個地方 他在那邊生活非常久 所以像這個地方 有他一個很獨特的生態 那當然 其實現在你講到說 像現在考公務員 為什麼那麼少 現在其實不只是考公務員少 為什麼會有這些缺工 什麼的問題 最近有一個人力銀行 就今年他們去問 應屆畢業生 你的夢想工作是什麼 結果前三名 第一名台積電的工程師 第二名是網紅 第三名社群小編 所以這個都跟傳統 我們講產業裡面的 這種勞工的那種 是不一樣的 年輕人期待的是 他要有更大的自由的 工作空間 有更好的薪資彈性 然後可是跟傳統的這些產業 能夠提供的環境 完全不一樣 那就會有這個 虛跟用的落差 那當然在這個今年 我們剛剛十月份 十月份整個台灣 像人力銀行 他們發現餐飲跟服務業的 那個工作機會 超過21萬 所以找不到人 缺工的狀況就出現了 那勞工缺錢 老闆缺工 那政府缺什麼 政府缺對策 你沒有辦法 我以為說缺良心 沒有 缺對策 把他們媒合起來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必須要克服 如果今天 我們只用開放移工 開放更多更多的移工來台灣 就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有一點引證止渴 因為不管怎麼樣 哪一個國家移工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開放移工 已經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移工的他們離開職場 他們逃逸 變成一個黑工的市場 這個黑市已經形成了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現在移工的黑工 已經超過10萬人 如果未來你開放更多 會不會造成更多的 移工的黑市 我覺得這個其實政府 都要想好的相關的配套 而且以前我們不是很擔心 這個福茂嗎 老馬時代的時候一直擋 現在又要開放 剛剛講到 漢來飯店缺工是高達兩成 不是缺兩個人 是缺兩成 所以導致他們營業 出現很大的問題 本來這個自助餐 Buffet就把它收掉了 原本要新開的餐廳 都要暫緩 他說因為現在不是畢業季 很難找 但是你看現在是年底 大家都不要年終了 就直接不要這個工作了 腦瘤又不更動 現在有參與業者說 開10個缺只有來到5個 因為大家就像楊明講的 很多人去做網紅 可是網紅的世界YT 現在分論越來越低 而且現在的觀看次數 也越來越少 所以你確定要走網紅嗎 他現在網紅的這個世界裡面 獲利是狀況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險峻 有民眾說未來想做什麼工作 說會優先把服務業給排除掉 所以現在找印度移工 10萬名來 可是大家現在就擔心說 來的話我們整個整體社會 能不能適應 以及會不會讓缺工的問題 真的獲得解決嗎 還是其實會造成別的問題 這個待會請教 也一併請教偉翰 連台大醫科 現在也找不到外科住院的醫師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去做醫美 醫醫就又比較少 比較不容易有大的糾紛 然後也不用值班 不用那麼累 然後錢都是現金流 又非常好賺 沒有人要當外科醫師 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急診 這一些人力皆空 所以以後你只要有這五科要看的 你自己都小心一點 把病養好一點 免得以後找不到醫生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奢華郵輪 因為大家都覺得搭郵輪 我出道到公海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管得到我 所以我可以做很多瘋狂的事情 甚至有一個說要員工 叫這個郵輪的員工 在玻璃桌上 這個就是解決人生的必要的事情 然後付給他一萬美金 台幣32萬元 傳員說會啦 反正這個也不會要我的命 就照辦32萬元就入庫了 所以他們可以考慮 各種配合他們的需求 這個請教委 我們整個主題 在這一頁當中 就是這個郵輪比較格格不入 因為跟其他的沒關係 我們先把他講完 反正富豪他你做什麼 各種需求都有 所以傳出這個有很多特別的 在旁邊吃飯 你就看著他吃飯 他也給你錢 他洗澡的時候 你幫他帶礦泉水 他也給你錢 他要你做一些他要的 個人的特別癖好都給錢 大家可以上場去看 就是郵輪 我講回我們今天其他幾題包含了缺工 還有醫療界的五大街空 還有南洋街 我以前在那個電視台十八年 就是就是那邊吃飯 但你要知道一九八一年的照片 不是我們看到那張黑白的 那個黑白的是一九九七 所以一九八一年的那個狀況 比你現在看到的還更多 這個時間跟下面是不對的 對 而且左邊也不是一九八一 是一九九七 所以更往前四十年前南洋街 那個人會多到爆 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的大學錄取率很低 然後考不上國立大學 沒有錢念私立大學 只好重考 第二個就是他是分好幾個班 白天有重考班 到了晚上還有高三加強班 所以他不是同時十萬人在那邊 他是有不同時段的 所以他才有那麼多人 擠在南洋街 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根本沒那麼多人 一九八一年你就算 如果以考大學 大概二十歲考大學 十八二十歲的時候 那一年出生率大概四十萬 我們現在多少 十三萬 對不對 連一半都不到 那沒有人 而且念大學都不會考不上大學 隨便考都有 所以幹嘛去補習 所以奇異 但少子化的問題也帶來了相關的 像缺工 我們台灣現在缺工 是各行各業都缺 可是履宿業是最明顯的 如果你有最近去國履 就發現說 怎麼check-in的時間 是下午四點 四點實際上 不是應該兩點就讓我進去 就靠十一點就要離開了 十一點一定要離開 超過還給你加錢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人整理房間 所以你今天要去找這些人 那旅稅又只有開出條件 可是有一些年輕人不願意做 有一些條件來 他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少子化的問題 印度的人來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因為很簡單 我就做一個簡單結論 因為我們給的薪水不夠高 日本的薪水40K 4萬 韓國不用仲介費 那你說台灣現在目前 開出的薪水 可能比越南還低 誰要來台灣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